《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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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一連兩集會講《街友》 《街友》 正確名稱是基友 不過我們叫《街友》 都叫到很熟很自然 所以親切起見 我們就繼續叫《街友》 《街友》 《街友》 有人比喻 引擎就是一部車的心臟 《街友》就是血液 講到這麼重要 究竟《街友》的功能是什麼 第一 它是會潤滑 引擎裡面這麼多的活動零件 第二 就是它提供密封性 這個很重要的 活塞 它在氣缸裡面上下移動 當然是有間隙 沒有間隙 但是那些間隙 我們又不想它漏氣 漏氣就沒有力了 所以這個時候 《街友》就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要來又提供潤滑 又密封了那個間隙 令到動力可以產生 第三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冷卻 我們知道 引擎燃燒了之後 能夠產生動力 可能只有三四成而已 剩下來的那些 就會化作熱能 排出去的 排出去的途徑 有兩個 第一 就是在廢氣排出去的大氣 第二 就是透過活塞 和活塞環 再交給Cylinderwall 然後去水槽排走 活塞和活塞環 是不斷地動的 它怎樣將熱力交出去呢 這個時候就是靠《街友》 所以《街友》 它要將千多度的熱空氣 傳到活塞 活塞 都在三四百度 然後一直傳出去 它中間承受一個很大的溫度差異 這個也是它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 還有一個重要的功效呢 就是什麼呢 我們燃燒的時候 多多少少會有些碳氏走出來 《街友》 就負責將這些燃燒出來的 骯髒的東西 就將它一路 帶到油槽那裡 再經過油格 就將它濾了 所以整個引擎 就能夠保持乾淨 《街友》的工作 就是大致 我們剛才說的四樣東西 我們怎樣去選擇《街友》呢 第一件事你要搞清楚 自己那部是什麼引擎 柴油引擎 和汽油引擎 是不同的 雖然現在很多《街友》 都是汽油引擎 和《街友》共用的 但是這一種《街友》 是高速輕型的《街友》 而重型的《街友》 又需要另外一種《街友》 所以你選擇《街友》之前 就搞清楚自己那部是什麼引擎 然後你就要去選擇一個 所謂《街友》的認證 《街友》認證是怎樣定的呢 這個世界最大的兩個組織 一個叫API 美國石油工業 另外一個就是ACEA 歐洲汽車製造業 他們就制定到一些標準 因為《街友》的發展 和引擎的發展 其實是同時進行的 所以它如果引擎 是先進一點 要求高一點 油公司也會做一些油 去配合這些這樣的引擎 所以你要買那種油 就要適合自己那種引擎 API的規格 分兩種 汽油的 就是S字頭 因為Spark Ignition 而柴油規格 開頭就是C字 後面也會跟一個英文字母 SN之後就是SP 英文字母越後 就代表越高級越先進 柴油呢 現在就是做CJ CK 這些這樣的級數 ACEA就比較複雜 因為歐洲人知道 柴油車 它們就玩出石油法了 ACA的規格裏面 如果你看到它寫著A和B同時存在 就是代表汽油車和柴油車都可以用的 A是代表汽油車 B是代表輕型的柴油車 後面會跟著數目字 數目字越大 當然越先進 例如A3 B3 A4 B4 如果有些柴油車 它配備了一個 所謂Selective Catholic Reactor 選擇性的還原吹發器 又或者它有一個柴油的粒子過濾器 DPF 這一類這樣的柴油引擎 就需要用ACEA規格的C字開頭 有C1 C2 C3 C4 你可以在自己車的說明書裏面 找回適合的機油 重型柴油車的規格 開頭是有E字的 後面的數目字越大 當然代表越厲害 E7 E8 E9 尤其是現在的重型柴油車 它一樣都有粒子過濾器 那些就需要用到E6級以上 E7 E8 E9這樣的機油才可以的 我們說了這麼多關於規格 可能大家都很害怕 很複雜的規格 其實不需要擔心的 我們剛才都說了 機油的研發 是和引擎同步的 當引擎不斷地更新換代 那個機油也同時改善配合 即是說新的機油 配合到新的引擎 它當然同時 亦都可以配合到舊的引擎 還有新的機油出現之後 舊的機油就不會再生產了 所以在市面上 只會買到最新版本的機油 你不需要擔心說 我會買到一些糟糕 不需要擔心說 賣得到給你的話 都是當時最適合的機油 我們唯一要考慮的是 原來機油除了規格是正確之外 還可不可以有些質量上的選擇 我想要好一些 還是要普通一些便宜一些 這個時候我們要選擇 礦物油還是合成油 所謂礦物油就是在石油提煉過程裏 我們最少拿到天然氣 汽油 柴油 火水之類 剩下的產品 那些油 我們再把它精煉 將雜質拿走了 之後的潤滑油 就是所謂礦物油 而合成油就剛剛相反 就是由簡單的坦英化物 比如天然氣 將它聚合在一起 變成油 所謂合成油 它的成份一定是順正很多 還有它份子的大小也均勻很多 它的份子鏈也是長很多 簡單來說就是質量好些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貴一些的 我們經常都見到 解油油筒裡面最大的一個字 就是這個 5W40 比如這個 5W40 那究竟代表什麼呢 這個是比較難明白的 大家都知道 W是代表Winter 冬天當然是比較激 我也知道 那個號碼越大 就代表越激 號碼越小 代表越稀 那為什麼會冬天 會是5W40 其實整件事是這樣的 當汽車工業剛剛興起的時候 大家知道 解油 就是對於引擎最重要的 做了很多 規格上的一些設定 我們看看這個圖 當時美國 汽車工業協會 他就選了11隻油 所謂單號油 他做了一個測試 那測試怎麼做呢 首先他就在零度、華視 大約是涉事的-17.8度 因為冬天 大家最擔心的是 那些油太濃稠 他就在選了6種油 在零度、華視的時候 就測試了他的黏度 這個測試方法是用阻力 鎮它的時候 阻力是多少 同一時間 他在100度攝氏 為什麼100度攝氏 因為100度攝氏 因為100度攝氏是水滾的 他在100度攝氏的時候 測試了另外5種油 就看看他 這5種油的黏度是怎樣 於是我們就有11種單號油 例如舉個例 他當時測試了一隻 這樣的黏度的油 在100度的時候 他得到這個黏度 然後我們發覺 這隻油在溫度變化裡面 黏度原來是這樣的 當它越來越冷的時候 原來它很稠的 他又同一時間 就找一隻 我們在零度 華視測試過的油 我們發覺 這個在零度的時候 那個黏度都是很正的 很稀的 但是它熱了之後 就更加稀 也都不是那麼好用 我們需要一隻 實用的油 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把機器熱了的時候 它的黏度可以保持 當它冬天很冷的時候 我也都可以撻得著 所以那些化學工程師 就加了很多添加劑 在油裡面 在零度的時候 我的表現是等於零W 到我熱了的時候 我的表現是等於30號 那我這隻油就叫做零W30 就是這樣的原理 所以你會出現到 有些5W40 或者零W50 這些所謂的multi-grade oil 就是靠裡面的添加劑 這個黏度調整 而得出的 我們應該怎樣 選擇我們的油呢 我們就看回 我們自己的環境 譬如我們冬天最冷是多少呢 我們最冷 都不會冷到零度華視的 需要不需要用零號油呢 這個自己決定 另外就是 我們那個高溫指數 究竟你應該是用20 30還是40 這個就很決定於 引擎的狀態是怎樣 新引擎呢 尤其是近這十幾年的引擎 它這個cylinder ring 和cylinder wall之間 那個gap 是會越來越窄的 所以你看到20多年前的車 新車都用40號油的 現在的車可能是用30號油的 就因為它那個gap窄了 我們需要用一些稀一點的油去走 阻力會小一點 但是如果你那個車 工作那個地方 是非常之熱的 你在熱帶裡面使用的話 你就需要用一個稀一點的油 因為我們知道 隨著溫度上升 那個黏度 是會不斷地下降的 我們避免它下降到一個點 就是油膜斷了 那麼所有的 剛才我們剛才說的 密封、潤滑、傳熱、傳保失敗 那麼引擎就會壞的了 其實你的車裡面說明書 就寫得很清楚了 你跟著用呢 就一定沒有錯的 當然你說 我可不可以有些選擇性呢 我們可以再講一講 選擇的原則是怎樣做的 正常來說 我覺得香港低穩的部分 5W就肯定夠了 問題就是後面那裡 你喜歡用30 還是喜歡用40 稀了和結了10號 這個真是個人選擇來的 我只可以告訴你 大了和小了有什麼分別 決定你自己做 如果新引擎 它這個階段是小的話 太結是會令到它的流動性 是差了的 阻力是會大了的 第二就是那個曲軸 因為油槽 那個曲軸是下來的 那個油的存在 和那個曲軸之間 伴 Parliament 就像牆壳地方一樣 黏度高 這個阻力其實是很大的 那裡幾匹馬力在這裏浪漏了 那如果黏度小 便走過來 這處損失的馬力應該也比較好 所以這就是好處了 這樣就是黏度真的如何有好處呢 것으로好處的 當我的車一路用上去 譬如我上斜路 溫度越來越高 我便知道溫度越來越高 它的黏度會越來越下跌 如果我用黏度稍高 就是我在高負荷 高溫的運作情況之下 我的信心就好很多 那個引擎的穩定性就好很多 第二就是 如果我的車開始慢慢損耗 這個間隙越來越闊 太稀的解有 沒有辦法可以填得到這個間隙的 這個時候 稍微黏到高一點的解有 就會更加適合 這一集我們講了很多 解有的基本上色 以及一些工作的原理 下一集我們會解答 Jarvis Club的朋友提出的問題 大家看完這集之後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YouTube留言 我亦都可以解答的